同行走红到走红好莱坞 53岁却还是单身女贵族 曾经风华绝代 如今成大龄未婚女性 盘点到现在还没结婚的六位大龄女性 看看有没有你曾经中意的女神 第六位许晴 许晴经由已经度过了53个春秋 她的同行岁月如同电影一样波澜壮阔 却也注定了她曲折离奇的爱情轨迹 这位姑娘可不得了 从小就生活在外交官的府邸里 家事可谓书香门定 成长环境不同一般 许晴的父母可都是那种又政治又文艺的人物 她从小就在这样高雅的氛围中慢慢长大 初入演艺圈 她因为主演了陈凯歌大导演的一部作品而一夜爆红 和男主角王志文的戏里戏外感情深厚 简直就是迎评上的金童玉女 可惜这段感情并没有像电影情节一样长久 最终以分手收场 她后来在演艺事业上也是一帆风顺 甚至还闯荡过好莱坞 成绩不菲 感情路上曾经多次尝试 可她至今依然单身贵族 她的前男友刘伯于2017年不幸离世 留下她孤身一人 虽然生活五味杂陈 但许晴依旧坚持追逐梦想 让自己在演艺事业中不断绽放光芒 这个女子的人生就像一部波澜壮阔的电影 从童星走红到好莱坞闯荡 感情路上的坎坷曲折更是让人唏嘘 或许命运之神还未为她安排婚姻的剧情 但许晴依然在这个舞台上绽放独特的光芒 第五位 惠英红 惠英红的人生可以用艰辛来形容 她从小就以麦口香糖为生 度过一段贫困的岁月 然而 她保持着坚强和积极的态度 在她年轻时 曾经有过一段初恋 与一名美国水兵有过一段美好时光 如今 63岁的她独自一人 渴望能再次与初恋相逢 她选择在自己的生日上穿上婚纱 重温往昔的美好回忆 表达了内心深处对爱情的期盼 惠英红的一生可谓宝经风霜 她从小就以麦口香糖为生 过上了贫困的日子 但是 她一直保持着坚强和乐观的态度 年轻时 她曾有过一段初恋 与一位美国水兵度过了美好时光 如今 63岁的她独自一人 渴望再次与初恋相会 为了实现内心深处对爱情的期许 她在自己的生日上穿上了婚纱 回顾过往美好时光 惠英红的生活历程可谓是波折不断 她从小就以麦口香糖为生 经历了一段贫苦的时光 尽管如此 她一直保持着坚定和积极的态度 年轻时 她曾与一名美国水兵有过一段初恋 如今 63岁的她依然独自一人 希望能再次与初恋相遇 为了追寻内心对爱情的渴望 她在自己的生日上穿上了婚纱 回味昔日美好 盘点六位至今未嫁的大龄女性 个个都是一代女神 对婚姻的态度却耐人寻味 第四位于飞红 岁月从未败美女 看于飞红 越老越有味 她如今52 脸上看不到一美痕迹 依旧光彩照人 于飞红曾言 美若只在皮囊 迟早枯萎 对这个从小娇艳到如今的人 她从未追求外貌 有独特思想 对婚姻态度更易于常人 她说过 皮囊美若无内涵 终将枯萎 面对岁月风霜 她不依赖一美 依然容光焕发 她有自己独到见解 对婚姻更有独特观点 岁月变迁 于飞红的魅力愈发凸显 她并非被时光打败的典型 反而在岁月的打磨中愈发有味 现年52的她 脸上无一美痕迹 仍旧容光焕发 于飞红说 美若只在皮囊 终将枯萎 对于这位从小美到大的人 她从不沉沉于外表 拥有独特思想 对待婚姻态度独树一致 于飞红强调 美丽不仅仅在外表 她的言行透露着深厚内涵 对于表面功夫毫不迷信 在岁月的洗礼下 她的魅力更加显著 成为不受时间打磨的独特存在 岁月未能在她身上留下痕迹 她依旧是不可忽视的风景 她深知 真正的美丽不是短暂的皮囊光彩 而是岁月打磨出的内涵和智慧 这使得她在时光的长河中 愈发韵味十足 第三位王祖贤 王祖贤 一个让一大堆男人 为之心跳加速的名字 她曾是香港影坛的当红女星 一部欠女幽魂 让所有男士都心圆一马 女鬼这个称号 从她身上开始变得妙不可言 王祖贤的感情经历 可谓丰富多彩 曾经与歌手齐琴携手 被认为是金童玉女 却因为长距离恋爱最终分道扬镳 后来她与富商林建月的恋情备受瞩目 两人甚至计划步入婚姻殿堂 可惜遭到林家的强烈反对和舆论的巨大压力 最终也成为泡影 如今56岁的她专心投身佛门 寻求内心的平静 王祖贤的感情生活堪称情感大戏 曾与歌手齐琴携手走过十载长情 两人被视为金童玉女 却因分隔两地而告别 后来她与富商林建月的爱情故事备受瞩目 甚至有结婚生子的计划 然而遭到林家强烈反对和舆论压力 最终无疾而终 现在56岁的她专心投入佛门 寻求内心的安宁 这位曾经风华绝代的女星 如今在佛光中寻找着心灵的舒适港湾 盘点六位至今未嫁的大龄女星 貌美如花身材火爆 年过半百却仍是孤之身一人 第二位柳妍 在绝大多数人眼中 柳妍之所以能够从一位小护士成功跨组主持行业 在机身大明星行列 主要归功于她那一身好身材 有人甚至认为 如果没有身材 她可能什么都不是 然而 难道身材好就一定意味着 只能通过卖身上位来取得成功吗 尽管柳妍是以凶大引爆话题的 但在她成为主持人的1999年以来 至今已经43岁的她却没有涉足任何一桩绯闻 在娱乐圈 大明星们往往都会有一些不为人知的黑料 但像柳妍这样清白无暇的真的不多 可以说 她在娱乐圈是一股清流 柳妍作为一名演员 她的演技也并不逊色 比如 在岳云鹏主演的《燕子》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 虽然不是她演的火 但如果没有她饰演的渣女人物 猪头也不可能发出那么深情的呼喊 尽管柳妍并没有太多备受瞩目的作品 但她却备受欢迎 在鲍贝尔婚礼事件中 众多网友未受害者柳妍发声 痛斥鲍贝尔等人 足以证明她在大众心目中的好评 柳妍已经43岁 却从未公开过自己的恋情 多年前 柳妍面对镜头 深情而伤感地表示 她最后悔的事情是年近40时 一直没有认真思考过自己的爱情问题 第一位李若彤 李若彤 这位已经年过半百的女明星 感情经历可谓是跌宕起伏 让人不禁感慨万分 她从小就在一个多子女的家庭中长大 缺少了父母的呵护 但这位姑娘可不是个等闲之辈 年幼时就开始为了温宝帮妈妈打工 早早就学会了拼搏 为家里添砖加瓦 在闯荡演艺圈之前 她曾是一位空姐 还有一个恋爱多年的男友 然而 她在与导演徐克合作时 为了爱情 竟然放弃了一场电影的宣传活动 这段痴情最终导致了分手 但也让她正式踏入了演艺的舞台 演艺生涯中 她不仅创造了许多经典角色 还荣获了劳动模范的殊荣 对于爱情 她一直充满渴望 在1998年 她邂逅了商人郭英权 两人相恋了整整十年 然而 感情的波折最终还是导致了分手 让李若同陷入了抑郁的阴影 如今 虽然她是个单身贵族 但依然积极面对生活 容颜看上去年轻而充满活力 她怀揣着对未来家庭和孩子的期待 展望着美好的明天